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售价是35万5千美金的 而且这套房子学区是10分10分9分的学区 也就是小学初中10分高中9分 所以说这套房子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因为呢这个后院带着泳池 光这个泳池和周边的硬化 基本上就要花在5万美金左右 是很起码很起码的 而且呢它这个后院的泳池 还有Spar那种加热的那个池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再继续花钱 可能5万美金还做不下来 但是整体的报价是35万5千美金 所以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报价 并且这个房子它换了新的地毯 还重新粉刷了墙 还做了厨房 所以再加上它这么多的分析呢 它卖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不管你是买来想让孩子上学也好 还是以后想来度个假也好 它这种价格都是很容易接受的 而且是那种性价比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是对我的房品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会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面 发很多很多的房源给大家看 现在先让我们看看这套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一个带泳池的房子 学区很好 里面维护的状况也很好 更重要的是它的价位比较合适 是35万多的价位 具体的价格我会写进去 一进门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右手边还有主餐厅 然后看左手边是它的一个书房 今天我用的这个设备 广角镜头不是特别广 我想试一下这个设备 然后一进来看的就是它的厨房 还有它的客厅 高调厅 主人很用心还给我们留了音乐 这房子很亮堂 后面的院子做的也很漂亮 最主要的是它的价位也非常好 非常合适 这个房子的厨房是新做的 所以它的这些橱柜呀都非常新 冰箱是不带的 是这样子的感觉 新刷了墙 这个墙刷的挺亮堂的 整体收拾的就是干净 整洁舒适的感觉 我现在站在它这个大窗户的旁边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这个镜头不是特别广角 可能您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其实它的空间感还是蛮好的 好了 现在我们上右手边它这个主屋来看一下 休斯顿的房子几乎所有的主屋都在楼下 只有比较旧的房子才会在楼上 这个房子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看它这个落地窗 外面就是泳池 然后它的主卧也很大 地毯新换得非常干净 然后这边才是它的床 所以隐私性很好 这里是床 这边才是大落地窗 所以你躺在床上可以看到落地窗外面的景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的整体很干净很整洁但是没有翻新衣 我有经常说过看一个房子精致不精致好不好 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洗手间弄得好不好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的金属部件 还有这个玉棚这个里面都很干净 这就说明主人的细致程度 然后我们再进来看一下淋浴间 这种金边表就是比较旧的那种房子才有 但是它确实弄得好新鱼 哇 证明挖凉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进来的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样的衣帽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一楼的状况 现在让我们上楼上看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上楼了 我们先在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是一个game room 很方正的一个game room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带洗手间的卧室 洗手间就在门口 它这个卧室暂时没有人用 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拍的这个状况也是一点灯都没开 所以家里很亮堂 好 我们就上另外一边看一下 这是这边这个卧室 海白是很漂亮的 然后进来有一个洗手台 洗手台 洗手台的旁边是一个衣帽间 就是客窝的衣帽间 然后洗手台的另外一边就是两个卧室一起用的马桶 然后再往这边走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另外一个洗手台 然后再过来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它这个卧室的床是个queen的床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卧室出来 就到了刚才我们刚上楼梯的位置 现在我们去它的院子看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院子了 它这个房子呢是车库和房子的主体分离的这种形式 所以它的drive位很长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它的drive位有多少 这有三车库 这是一个长的门 这是两车库 那边是三车库 看它的drive位就这么长 然后这边有一个铁门 整个把这个院子给分离出来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一个泳池 全部做了运化 所以呢 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割草啊 或者是维护的地方 这家主人很整洁很摆正 不太需要维护和割草 只有这一点草 而且也不需要割 这个房子的价位区间是35万左右 那这种价位的这种房子是非常精致 也非常难得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房子 好 让我们再进去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对修顿地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加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